天气的 没有胃口 一定要吃清淡的 今天我们弄一个东坡肘子 洗干净的肘子下锅 拆水 拆水的时候我们加点花椒 老姜 大葱 还有根底酒 好 去腥 来 煮好的肘子 盖好 用水头洗干净 把它泡一下 骨头给它取一些 这种做法很少见 为啥子 因为它是带猪肘子的 我们在续林这边 这样切碍了 它都是对破开的 这个在成都还比较少见 这个是烧过的 所以这边边有点黑的地方 都把它切了 这地方给它下两刀 这样子才好定型 挣出来我们也好粘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领活 并不是说人家开了 我们就不吃东坡肘子 还是要吃菜 来 把它放进去 摆巴式 然后切点火腿下去 这个是我们在云南买的炫味火腿 来 把火腿给它摆进去 来 凤凤给它掐满 冰糖下锅 我们炒点糖色 这个糖色就不能炒那么老 微微有点反泡 脸子红凉了以后 你看没有 我们就加水进去 水一定要慢慢加 多分两次三次加 水 是 淡泡 糖色里面加点盐 给点底味 盐不要加重了 再来点黄酒 来点海外花椒 需要浮椒的也可以喝浮椒 不要喝 加了我们定完以后的肘子里头 来 放上蒸锅 蒸它三个小时 来 蒸了四个小时 本来说蒸三个小时的结果蒸锅了 不怕得 稀就怕 这个菜买够个芡 条件有限 只用刮瓢 一 二 起 不着急 坏口锅 汁水下锅 切开 马上够芡 这个芡也不能够那么浓 一 四切便能够了 有劣劣 成熟闪的脆弱 超级烫的 要够糊 加上咖啡 早餐吃 输出三个池 湯 鱼 有输出淀扭 哇 西柳帕 甜蜜 我觉得一个好的厨师 一定要因地之意的去做一些菜 有啥条件 我们就用那里的条件 来做出我们最满意的厨品 比如说今天这道 瓜漂东坡肘子 这个是给花姐的父亲专门做的 我先上一筷子 嗯 啪螺蜀味 啪四伯 中泡肉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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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